中国人在香港就随地大小便 那底下就有人留言说 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小孩不能忍 那大人的呢 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中国人在香港找不到厕所 他不熟悉香港 那我反问你 为什么其他国家的小孩 他能忍受大小便 为什么其他国家的人 可以在香港找到厕所 大家好我是路易斯 那今天呢我要来继续教育小粉红 那在教育小粉红之前呢 我要讲一讲 为什么我这个反共人士啊 不像其他的频道那样 只是单单的讲这个中共的不好 很多时候呢 我去讲中国人 讲他们啊 爱土壇爱插队 那很多人啊都留言跟我说啊 你说中共的不好 OK啊 很多海外的这个中国同胞 华人同胞都会支持你的 可是呢 你继续说中国人 你这是种族主义啊 为什么要针对中国人呢 我看多了这样的留言啊 有时候我也是在思考 我是不是真的是种族主义了呢 我是不是不应该再继续这样子讲这些中国人的呢 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经历和思考过后呢 我发现啊 我一定要继续讲这些中国人 那原因呢很简单 因为啊这些中国人啊不知道他们的这些恶劣的行为是恶劣的行为 他们会将这些行为啊合理化 他会跟你讲其他国家的人也是这样啊 他们没有错 那有一支影片里面我就讲到啊这个日本人呢会比较注重这个礼仪 不会水地土壇 水地大便 然后有一个人呢就留联一个TikTok的短片啊 那里面呢就那个日本小孩啊 去到这个餐厅去舔那个哇沙比酱 去舔那个酱油的盖 然后他就说 那你看日本人也是这样啊 都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那这件事发生过后呢 你问整个日本啊 应该没有人啊会支持这个小孩子的行为的 全部人呢都因为这件事而感到羞耻啊 换做故事的主角是中国人呢 那就会有人来合理化这样的行为 他就会跟你说 那日本人啊美国人也是这样做啊 那个差别就是在于 当日本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是全世界包括日本人自己都谴责这个行为 而中国呢是很奇怪的 他们呢会帮同胞讲话 他们在合理化水地土壇 插对随地大便的行为 那在和这仔和拍的这部影片里 我们就有提到啊 中国人啊在香港呢就随地大小便 那底下就有人留言说呢 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小孩不能忍 那大人的呢 哦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中国人在香港找不到厕所啊 他不熟悉香港 那我反问你啦 为什么其他国家的小孩 他能忍受大小便 为什么其他国家的人 可以在香港找到厕所 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国家 大家却偏偏要针对中国 讲中国人爱土壇 爱大小便 你真的觉得其他国家的人没有吗 不可能的嘛 但是以比例来说 就是你们中国人特别多 你不信的话 你看这一段的脱口秀表演 但是中国更糟糕 大冷天 Omicron是透过空气传染的 还要他的居民哦 排队下来做检测 大冬天空气会传染病毒 排队做检测 What the fuck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第一次觉得 哇 中国人会排队的哦 如果呢我讲的不是事实 只有我一个人这么认为的话 那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台下那么多人会笑 如果你们因为他是中国人 就纵容这些事情发生 你会让这种行为呢 持续的恶化下去 因为他们会觉得 其他国家人也是这样啊 他们只会针对中国人啦 因为我们崛起了 我们很厉害嘛 你会把这种坏观念呢 植入他们的脑袋 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导致这种没有文化的中国人呢 越来越多 那这种事情呢 我会持续的讲 持续的教育这些人 那接着我要讲啊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你不管你是上谷歌寻找 或者你上ChatGPT询问 他给你的回答啊 都是台湾是一个 有限承认的国家 但不代表他不是一个国家 他还是一个国家 只是有限承认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国家的政府呢 对台湾现在的地位啊 都是不表态 或者说呢 是模糊状态的 很简单 就是不要得罪中国 他要赚中国人的钱 他们要赚人民币而已 那全世界呢 非常坚定认为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呢 只有中国自己的政府 那其实啊 中国呢 也是停留在自己认为而已 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 很简单嘛 你叫习近平去一趟台湾 你看能不能 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想要去自己的国家 去拜访那些自己的部下 都不能 这怎么可能还是自己的国家 不然你就是看 在台湾实施这个国安法 然后逮捕一下 这个蔡英文这个反贼 你看中共能不能办到这一些 这全部都没有办法办到嘛 怎么还有脸说 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呢 好啦 我就当现在 全世界呢 都认为 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可是上述我所描述的事情啊 你没有一样 你能办得到啊 那其他人怎么认为 还重要吗 你还是无法实际的掌管这个台湾啊 其实小粉红啊 你要知道 不是你的党说什么就是什么啦 难道你的党说 那个月亮是中国的一部分 然后那个月亮就会是中国的一部分吗 而且如果你放眼前世界看的话 无论是民主国家 还是独裁国家的这个政客啊 很多呢都是谎话连篇的 为的就是继续的连任 要不然呢 好像独裁国家的 就是要统治人民 简单的讲 就是政府要把人民都当笨蛋啊 这样子会比较好管理啊 那在我的立场来说呢 唯有中国真正的打下了台湾 那才叫做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我要告诉小粉红啊 即便呢 这个中共打下了台湾 那对你一点好处啊 都是没有的 反而呢 坏处是多多 首先呢 你要知道 台湾呢 是美国的战略要地 美国一定不会放任不管的 那就算美国不加入战场 也一定会经济制裁这个中国啊 那这会导致什么呢 整个世界的经济会衰退 那俄乌战争的影响 我相信你我都感受得到 现在这个世界呢 是一个地球村 打得越久呢 影响就会越大 你千万就不要听信这个中国啊 有办法三天内就拿下台湾 如果真的能的话 台湾一早就没有了 好 我就当做 中共真的能在三天内拿下台湾 那拿下台湾过后呢 你得到了什么 难道中共会分这块岛的一块地给你吗 难道你会拿到台积电的股份吗 一般的中国人民啊 只会得到更多更多的痛苦啊 到时候呢 有可能你们就会变成朝鲜 自己玩自己的游戏 跟世界脱窥 那打台湾呢 是用一堆人民的牺牲 来换取中共的野心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支持 去武力统一台湾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